股股漲跌不一受到台積電ATR18號重挫超過4%的影響之下 可以看到台股今天開盤就直接跳空大跌 嚇壞了不少投資人 因為指望台積電一開盤就是一路走低 最低來到了746元 而跌幅也是一度超過了6% 市值跌破20兆元 拖累加減指數盤中暴跌超過千點 最低一度來到19291點 這個數字不只是失守的月限 更創了近三年來盤中最大跌點記錄 真正的關鍵因素還是在於說 國際股市最近的走勢疲弱 那國際股市最近走勢疲弱的關鍵又在於說 聯準會可能會延宕降息的時程 那所以使得市場上出現一些 整個國際股市出現了失望性的賣押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以色列跟伊朗的局勢 仍然非常的緊張 那所以對於這個國際股市的市場心理 也造成了壓力 分析師認為因為戰爭的關係 造成油價上漲刺激通膨 更拖延了聯準會降息的時間 才會造成市場上這次這麼大的恐慌反應 這家認為在季線跟一萬九千點 整出寬卡之間 應該可以出現止跌支撐 目前預估量能有機會超過 七千八百億元 旁邊 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